吹吉避凶有辦法 亂按擺東西好驚嚇 家居風水點擺好 師傅教你應怎樣做 旺來伯伯 首先跟我們講一件事 這就是跟一些新聞時事有關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魚的名字 番車魚 什麼?什麼番車魚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些新聞 不如讓大家看看 什麼叫番車魚 不知道為什麼阿秋冠 為什麼會有阿秋冠在我 他很慘 阿秋冠26年一翻做天地男兒 或者這些 一有他 就關他事 我不是想說阿秋冠 就是想說這個番車魚 最近在屯門 看到這些番車魚出現了 或者英文名字也是壞的 Mola Mola 就Mola Mola 不是一些吉祥物 反而是一些災難性的先兆 師傅有沒有留意這件新聞 一定有 不要說留意番車魚 特別留意阿秋冠 又來了 又來了 其實你們說這個番車魚出現 為什麼會有人提到 因為這條魚 本來應該是比較少出現在香港 這個位置 其實本來也是一種動物 不應該值得提 但因為同一時間 新聞有報導 當時有很多網民討論這件事情 就形成了一種動漲 在我們玄學裡面 經常在尖掛裡 都有一句說話 叫做不動不尖 即是說 如果那件事 沒有一種很明顯的動笑 話來說 其實你用來分析尖是沒有意思 是不會準確的 但因為現在大家都在提及 這個番車魚 而形成了它真的有一種動笑 在當時出現現象的時空 起一枝掛 你就會有反映到一些事情 即是沒有人說 就什麼都影響不到 沒有人說影響不到 當大家一起一窩蜂說 就真的有一個意思在 所以有時候 老人家經常都會說 不要亂說話 吐口水 就是因為你不說本來沒事 打個比喻 例如我和你吃飯 突然之間 有一個朋友 就掉了一雙筷子 其實是很小事 吃飯是掉筷子 撿回來就沒事了 偏偏有一個人多口 你糟糕了 你掉了筷子 或者斷筷子 那你就糟糕了 因為如果你沒有起這個心動念 話來說 其實吃飯是掉筷子 但因為你起了這個心動念 這個時空就出現了一種誇張 它真的要有些東西 要顯示給你聽 所以老人家經常都會說 快點吐口水 即是說 你不要再想這件事情 形成一個靜態 反而就一個問題 就沒有那麼大 既然有那麼多人說 那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結果你有沒有開過吧 有了 開了一個奇門遁甲盤 開了一個奇門遁甲盤 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翻車語 就是4月25日 早上8點多 當時被發現 我們稱之為神詞 當時的時空盤 我們叫做任仁年 任仁年就是現在的苦年 甲晨月 冒生日頂神事 首先在這個時空盤裡 香港人當然最關心的是 一些工作 交通意外 財運 股市 這些市場 首先它反映了這個翻車盤 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反映了下半年 財運不差 大師傅我想問一下 其實跟這種魚沒有關係 跟這種魚沒有關係 即是無緣無故的 泥蚊 可能有條泥蚊魚 犯了圖 然後無緣無故的網民 會討論泥蚊 這個時空就會有個動漲出來 所以跟什麼魚沒有關係 如果突然間有些事情討論 是這樣的 沒錯 明白 就這樣 反映了 因為這個冒生日 這個柱子 就落在奇門遁甲盤裡的生門裡 首先它第一要反映 在財運方面來說 其實在下半年來 香港整體的財運 其實是有復甦的現象 可能這一個 都跟名字有關聯 可能叫翻車 反轉當然是不好 但是本身現在香港的經濟 也是壞 是壞得很貼的 大家都是貼的 那翻車 你不能再壞了 一翻 你就有機會翻好 就是我們叫做匹極太來 你可以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但是 另外 它不只是全部反映好的訊息 這個奇門盤裡 首先它反映下半年 那個經濟 是有慢慢復甦的現象 這是第一點 但不好的方面來說 這個時辰 這個時辰 下落到白虎位 白虎位 就是代表受傷的意思 這個盤會反映 就是在年中之後 到下半年這個時間 特別是秋天 夏天和秋天這個交界位 會比較多一些交通意外的問題出現 可能又不知是否有關我的名字 因為翻車的車 又真是代表交通 是的 其實我不太知道 那條魚 是真的叫翻車魚 還是網民改 我也不知道 我完全沒有聽過 我沒有留意到 這條魚本身的名稱 是否真的叫翻車魚 如果只不過是網民改這條名字 那就是大家一種共同的信息 注入了這個時空掛帳 我想不是網民改 他們應該想不到這個名字 應該是一路已經有這種語言 只不過大家沒有說過 突然看到 這些叫翻車魚 只不過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剛巧在發現 這條魚的時空盤 剛巧那個神時 剛剛就是落到白虎位 它落到什麼位置 我們在奇門遁甲 叫開門 開門落白虎 開門是可以代表工作 但因為它現在是在反映整個香港 沒有理由說 工作方面有天災橫禾 那是沒有意思的 那你這麼多人打工 那你沒有意思 那你反映開門 是否可以代表開車 那是否可以在開車裡面 而出現到一些白虎 一些傷亡的現象 第二點來講 神時落到的公位叫信公 我們叫神信治 就是在信公 信為風 亦都可以代表流動性強的東西 亦都可以代表飛機 因為風在上面 即是說 無論在一些行車裡面 或者一些飛機方面 可能它在代表 在秋天的時候 特別容易出現這個現象 好的方面 就是看到下半年的經濟 好像有慢慢向上的現象 而不好的事情 就是特別在夏天到秋天 這段時間 會比較多一些 可能我們看到在交通方面 不好的一些死傷事件 這個大家就得知 因為你要這麼巧才能撞到 反而第三點 可能會比較多有興趣 就是關於股市 這個股市 奇門頓甲是用警門代表的 警門下落的位置 就是在坎公的位置 坎公是屬水的 股票也是屬水的 它有反映到這件事情 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今年2022年的冬天 股市有輕旺的現象 會不會都間接看到疫情 可能真的緩和了呢 疫情跟股市應該沒有關係 那也是的 沒有 因為我們留意 是獨立的 2020年在新冠疫情 剛剛開始的時候 當時香港和美國股市 在2020年的3月份 急插了 從3月份開始升到年尾 但是疫情是不停爆發的 證明疫情跟股市沒有關係 如果我再問疫情 這個番車魚事件是否看到 其實我相信 不需要看番車魚 你猜也應該猜到 為什麼呢 我們有時候不可以太過迷稅 你猜到香港人 我想應該接了至少200萬人 應該不止了 應該不止了 打針 我想八成多人打了兩針三針 就算第六波出現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的威力一定不夠第五波 一定不夠 相信這個不用尖 大家都猜到 又起了方艙 沒錯 不過 如果你說在疫情方面來說 夏天就不用擔心 即是西曆五六七月 因為新冠疫情 是代表一種病毒 病毒在五行內 是用水來代表的 所以夏天的時候一定會減弱 對 起碼下半年相對比較好 可以這樣說 特首下台之後 即現任特首下台之後 下半年會開始好 這個是事實 不是去批評任何一個特首 這個是事實 好 香港人都可以鬆開氣 沒錯 這個番茄原來是一個好現象 因為是番茄 我們下節改名 不要叫番茄魚 我們叫番茄魚 好啊 我們香港改名 但他在屯門出現 有沒有什麼原因 有沒有什麼玄機 因為那裡有水 我不關 不要迷信 不要迷信 屯門那裡就不用怕 沒錯 這個是剛剛講一些事事上面的事情 今天跟師傅聊天 有什麼可以和大家很有關係的事情 說一些風水的事情 對 家居的事情一定很有關係 說一些大家容易明白了解的家居風水的事情 好嗎 我們都會分幾部分 這部分因為免費時段 或者一些東西比較輕巧 大家容易著手一點 待會收費時段回來 只有影片看 收費片段的秘密 比較厲害 今天師傅就說 既然是這樣 第一次上來 跟大家說一下 家裡有十多樣東西 千萬不要亂放 有十多樣東西我們需要注意 這個節目我們叫做旺來伯伯 首先 就是 經常有人想去想 究竟我們家裡應該要放些什麼 才可以吹禍家裡的財運 其實大家有沒有考慮過一件事情 就是 原來有些東西你不放 其實你的財運會變相好 不放好過放 對 其實你不放是好過放的 那我們講一些最常見 好嗎 有一樣東西很強調跟大家說 就是水晶洞 為什麼第一次要說水晶 因為不知為什麼 很多人喜歡放的 這個水晶洞 水晶洞 大家在影片中看到 這些水晶洞有一個問題 我相信大家一定 不多不少 可能都會聽別人說 或者你曾經都放過 水晶洞 這個水晶洞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先不說 招不招財 對你的健康一定有不利的影響 不利 其實風水佈局有一個很簡單的原理 就是你眼看到什麼 就會回應什麼相應的現象 我們叫做有形則靈 其實這個子晶洞 我們看到有一個鯊魚口 有一個鯊魚口 我們也可以再多一點聯想力 它是不是很像一個女人陰部的位置 我們多一點聯想力 要這樣想嗎 對 你一定要這樣想 不需要害羞 因為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千萬不要害羞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想心一層 是有點像那個位置 但是你看到 它的孔裡面 是很多癢癢癢癢癢 有形則靈 即是說 如果這個子晶洞 放在你家裡 而你有經常 當眼看到它的話 如果你家裡有女人住 是容易會有寫癢癢癢的 有沒有說什麼位置 如果你剛剛放到那個位置 有些我們叫做病星 病星有很多種計算方法 最常用 大家也很容易在一些運程書裡面看到 就是我們 譬如九宮飛星的二黑五王位 如果你剛好二黑五王位 因為二黑五王位 平時你流連飛星 可能就是說 今年五王在中江的情況 但其實因為你每一間屋的座向不同 你每一間屋都有它原局本身的二黑五王位 如果你不懂 你剛好將這個子晶洞 放在你原局的二黑五王位裡面 長期聚了一個氣 那你就會特別容易 惹上到子宮樓 女士要特別留心 那是不是男人單身放又沒有問題 又不是 因為如果你放在那個位置 可能譬如你乾宮 即是西北方 剛好就是二黑五王位 而你就放在西北那個位置 就會認男主人有癌癢癢癢 那你想一下 可能的確這個體晶洞 因為它有它的能量 可能你的財位也在那裡 可能你的財位也在那裡 可能真的要招募財 那你拿的錢來醫療癢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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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癢 你覺得醫癢癢癢癢的錢多一些還是你賺的錢多一些 真的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有時候我們趨才有很多方法 但其實不需要用到體晶洞 一來又貴 而且有些人放在很大座的 如果能放在大座的 力量來得很快 力量來得特別厲害 力量就是這樣 首先 晶動這件事就不適合 如果不放置晶動 放置晶頭就好很多 因為重點不是指晶的力量 而是形態的問題 形態是圓形的問題就不大 但也不要放太多 所以風水的形態很重要 無論是什麼形態都會重要 無論你放什麼形態 我們首先要留意 例如假設之間 例如你去拜神 可能你供奉了一個觀音 又或者你不是拜神 但你喜歡收藏一些女人的觀音像放在家裡 而你剛好買回來的時候 可能跌爛了 有一點點破損 別說全部都爛了 如果你放在這裏 那個玩偶爛爛在哪個位置 你會回應那個位置受傷 是嗎 所以這就要特別小心 有型則靈 看看大家有沒有曾經試過 在 chat room 溝通 告訴你 因為很多 我們快點說下去 第二件事就是 最近男生很喜歡 就是放一些戰爭的玩偶 最常見就是喜歡砌模型的 放高達 可能就對著高達 即是互相之間有角力 沒錯 又或者最近流行就是Marvel Marvel 可能你放鐵甲旗盒 再加美國隊長英雄內戰 兩群人在對戰 這就是爭鬥戰爭的形態 如果剛剛那個榴槤 或者原局的位置 我們有一些鬥爭的五行數 在那個位置放下去 你就會回應那個事情 打一個比喻 最常見聽的 二三鬥牛殺 即是二黑再加三壁 痴猶星 二黑再加三壁痴猶星 二三同攻就叫做鬥牛殺 如果你剛巧在二三同攻的位置 你放了這一堆對戰型的東西 你會發現為何經常跟別人吵架呢 為何你跟老婆關係差了那麼多 其實就是因為你自己放了這些風水的東西 其實他不覺得是風水的 沒錯 因為風水的東西只是一種統稱 其實是說你放的形態 當然不是僅止二三 就算你七三 即是七呎 七呎是口蝕之爭 再加三壁痴猶星 七三同攻 你放這些東西 又會應得很重 你會發覺 為何最近人緣很差 少人很多 又會被人出賣 就是因為你放了這一套東西 在剛剛那個位置 所以這些戰爭的玩偶 你最好就不要露在多眼的地方 因為你不知道誰是否正確 除非你自己懂風水 否則你很容易會放錯 我經常發現 有時候幫大家看風水 找師傅 很多人有這些玩偶 剛剛看完那間也是很多這些玩偶 所以有時候說 師傅究竟我應該放什麼 可以催旺人緣 你把玩偶的玩偶就好 你不用擺 因為家裡太多這些玩偶 等於是小人 對 沒錯 還有用野音 野音就看一個形態 如果你擺那些鬼娃娃 以前不是有些鬼娃娃的玩偶 很昂貴的絕版很貴 有人儲鬼娃娃 除非你是收音法的人 如果不是你擺鬼娃娃 你自己承受不起 真的會招音 真的會 這個要小心 擺什麼玩偶的樣子 沒錯 沒錯 如果擺放一些開心的 或是承相承對的 會不會好一點 相對上會好 對 即是那些這樣 所以譬如一些 新婚夫婦 想有小朋友 一定會貼一些開心的寶寶照 其實目的都是 有形質靈 你經常對著一些開心的寶寶照 你生出來的小朋友 不會容易開心 真的會 就是這個原理 以前的人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原理 好了 我們再說下去 有很多 好 第三樣東西 也是最常見的 就是植物 你應該猜不到 因為經常客人會問 師傅 究竟我家裡擺什麼植物 通常我都回答他 你可以不擺 就最好不要擺 真的嗎 植物 通常最常見是用來吹什麼 要是吹材 你擺一些大葉的植物 可能是富貴粥 用來吹材 要是用來吹文槍 但其實吹文槍吹材 有很多種方法 為何我一向都不太建議 放植物呢 其實原因就是 因為 植物是顧名思義 現在是屬木 同樣道理 如果你不懂得擺的情況下 你擺了那個位置 可能剛剛那個位置 就是我們叫做 七三銅弓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七尺加三壁癡黃色銅弓 七尺就是屬金 三壁就是屬木 你把植物放進去 就會回應三壁條數 然後榴槤的氣 七尺一飛過來 就會金木膠戰 金木膠戰 你就會文書錯誤 考試填錯答案 即是你吹文槍 就吹不到考試 接著來說 就會有文書是非 會容易有官非 如果老人家 就會有根骨受傷的毛病 但很多人都喜歡放植物 即見一下有生氣是好的 如果你家裡有露台 放在露台外面是沒問題的 你不要在室內放 譬如你住村屋 我外面有個花園 那當然可以放植物 如果你外面的花園 你只要避開尖刺的植物 就可以了 譬如先人掌 那些不要放就沒問題了 但室內的話 你說我真的很喜歡植物 你放一棵小棵的 水種大葉的植物 小小的問題不大 但如果你放得多 都是不好的 或者懂得放 或者本身風水師 當然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 植物不可以亂放 植物也是不可以亂放 好繼續 第四件事 去旅行 經常會發生這個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喜歡 撿石頭回家 因為這是最便宜的手信 去到旅行的時候 在地上 沙灘 或者你走過一些山 撿石頭回家 如果大家有跟過旅行團去旅行 你會發現 那些導遊經常會提示 那些團友 不要亂撿石頭做手信 對 但因為現在自由行多 沒有導遊提醒你 有很多東西撿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石頭和植物 這兩樣東西 是最容易依附到一些 我們所說的靈體 或者精靈 除非你自己是法師 當然知道哪些有哪些沒有 如果我們一般凡人 肉眼看不到 感受不到的話 你拿石頭回家 可能的而且在石頭裡 是附了一些靈界的事物進來 那你拿了回家 你便是自己招魂回家 還有一些地方 譬如夏威夷 有些地方石頭 不能亂撿回來的 因為當時很多年前 是那些本身住的人 賦予了一個 一些叫做助的東西 要保護他們的大地 誰拿回來的說話 就是惡魂 然後那些人要寄回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所以要記住 去旅行便去旅行 不要撿一些 你完全不知道 甚麼頭甚麼路的東西 回家 反而你這樣 可能你就會招了 另外一些問題出現 OK 就是這樣 第五方面 就是有一件事 就是 很多人都會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 家裏有太多的雜物 我馬上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昨晚 太多的雜物 昨晚恐怖就是 當你家裏有這麼多雜物 你就不需要再報風水 因為甚麼風水都幫不到你 好 師傅 昨晚黑的求助個案 是 看見到沒有 看見到沒有 這個是不算厲害 不算厲害 不算厲害 這個不算很厲害 是嗎 它是多雜物 但不算很厲害 起碼它的路上有空 你看電視機前面做甚麼 因為我看過一間風水屋 看過一間屋 不是風水屋 看過一間屋 其中一個家人 是不知為何 他不喜歡把衣服放在衣櫃 放在廳嗎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 放在地上也不要緊 譬如說 它是就這樣放在地上 所以當我看的時候 我是呆了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把衣服就這樣放在地上 但衣服的數量 比你現在這張照片 是多三倍左右 是 他有多少人住 四個人 全都是這樣放在地上 他自己一個 但他自己一個人的衣服 是多於這裏三倍 那家人又頂得上 不要 家人一跟他說 就會吵架 因為他不知為何 他是很喜歡這樣的擺法 他是有衣櫃的 但他的衣櫃滿了之餘 他還是不停買 不肯扔 全部是照便宜 我看到整個屋都是衣物 是搭到一條腰那麼高 空圍內褲都是這樣扔出來的 其實你怎樣報風水都沒有用 因為這個雜物的影響力 絕對會蓋過你任何一個風水陣 即是說 如果你想自己的家裏財運好 第一時間 儘量斷寫來 將家裏的雜物 你先清理好 起碼 因為我們所說的 愛明堂和內明堂 愛明堂就是窗口外面 是否做了一個床風聚氣的位置 內明堂就是廳 或者我們行走的地方 都是一個名堂 如果那些位置 你擺滿了雜物 家裏的財運一定是差的 財運也不會入污漏的地方 沒錯 這是最普通的 所以如果你不收拾好房子 你找我來看風水都幫你捏不到 所以會不會幫你看 千萬不要看 怎樣報都是破財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報完風水就會財運好 但你沒考慮過 自己應該先收拾好東西 還要惹鬼 告訴大家 對 那個人會神經錯亂 對 他會神經錯亂 這個也是特別 我覺得是要很留心的地方 好 還有一件事 就是一些我們所說的 破裂的飾物 破裂的飾物 譬如我們住一間屋 最重要就是家和萬次興 但很多時候一些藝術家 他們可能的燈飾 燈罩是裂紋 好像打爛了的玻璃 黏在那種感覺 這些飾物 你放在這裡 你眼看見 你眼看見就會回應 你家人的感情 真的會破裂 就算你賺多少錢 可能你賺完錢 然後離婚 分一半身家 等同於沒有招財 所以家裡任何地方 例如裂痕 那些牆壁裂 都是不好的 如果牆壁裂 漏水 我們叫門庭剝落 即是在一間 走運的房子裡 你不應該會看到這樣的形態 所以你看到房子裡 燈罩 四盞又燒了一盞 門又開始掉 牆又滲水 其實你不是看風水 你應該要先收拾好房子 你才有用 其實我知道很多人是知道的 但要做 就總是推傲 那裡搞不定 這麼高 怎麼搞 淘寶現在很容易買到收補高 可以收到 我找東西頂住 如果我找東西頂住 我看不到 可以嗎 可以的 我們叫做有型質靈 所以你找一些 好像我們一些 黏貼的牆子 你第一時間先遮蓋 如果你沒有時間裝修 你先遮蓋 真的差很遠 好 師傅 因為我們快到了收費時段 不如多給兩個 免費時段的朋友聽 好 其中一個就是 廚房位 廚房位來說 有些比較忌諱 就是開放式廚房 真的嗎 每個都是這樣說的 開放式廚房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香港的房子太小 如果你在外國 通常都是開放式廚房 外國問題不大 有兩個原因 第一 外國的房子比較大 第二 外國通常都是用電磁爐 那問題就不大 但如果你在香港一般人 中國人就習慣用明火煮食 你再開放式廚房 家裡又小的話 這個真火的力量 絕對遠大於 你擺什麼流水擺設 擺盤水有什麼催材 可能人們經常擺盤水 只是擺杯水而已 那你的水的力量大 或者你廚房一天三餐 在那裡煮明火大 如果你的廚房裡面 有這麼重的明火 其實本身家人的脾氣 第一會臭 開始會很容易發脾 第二方面 如果剛好你的廚房 正正在西北位 我們稱為火燒天門 這樣就會特別影響 男主人和全家人的事業財運 和皮膚、呼吸系統、大腸方面的病患 好像心臟也有些事 心臟如果你是廚房 在廚房裡面就影響心臟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很多人 因為現在家裡太小 希望開放式可以更寬 如果你真的想做開放式 第一時間 記得一定要用電池 嗯 好 大家留意 聽多一個 就去到最終的時段 好 接著最後一個就是家裡的西斜 很多時候家裡人 窗口向西 可能還要看到海 好像很漂亮 太陽下山 這樣就大問題 這些房子是沒有運行的 真的嗎 沒有運行 沒有嗎 看完了嗎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和旺來伯伯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節目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旺來伯伯的一個combo 還有也可以上網去admonpun.com 加上我們bibbit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到後不到費 同時也希望你可以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